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天5月12日,香港在觀塘金舖發生了一宗搶劫案。 這個賊人用錘子打爆玻璃打劫,幸好店舖沒有任何損失。 案發時CCTV畫面曝光,片段顯示, 在今日下午1點32分,這個穿著風褲帶著口罩的賊, 左手握著疑似手槍的物體進入金舖, 當時店裏仍然有其他客人,但對方好鮮定。 然後賊右手握著錘子不斷敲擊有金色玻璃鬼, 大約10秒後,另一個男店員上前阻止他, 然後拉拉扯扯賊賊的背囊, 賊最後放棄了背囊就這樣走去, 向著協和街的方向走, 整個過程大概15秒。 如果您看看相片就見到玻璃色櫃是布滿裂痕和有個洞, 其餘的色櫃完好無缺。 根據現場消息所講, 這個賊用鐵錘去敲爛鎖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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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放棄鎖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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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搞咁多東西一個人進去又拿著槍扮東西又拿著鐵材 結果一條金鏈一元雞都結不走 這件事他套底算是毀壞還是打劫 一元都搶不到也算了 而且還要是被警方去通緝 有時刻起上來真是做賊都不靈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